隔这么远 凯的二级能可以击退鲁班吗 答案是可以 而且能击飞的更远 那么背向鲁班 这个时候还能击退吗 答案是也行 只要你的前方有强体 那么一样可以击退 再看下一个 当凯和目标重跌以后 还能击退吗 很明显答案是不行 凯在很多人的眼里 他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英雄 但实际上 这是很多新手玩凯 最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 光是一个二级能的击退效果 就有三种不同的处理细节 所以简单粗暴的玩凯 让你的凯初中游戏 从此以后成为凯爹 第一点 凯在开大以后 会获得最高130点伤害格挡 每次受到伤害以后 会直接免掉130 而伤害低于130的 不管对面打你多少次 都是一滴血都不会掉 所以在对付一些单次伤害少 但是攻击次数多的 你像是银阵萌亚 弥选凯会有奇效 像这一把KPL 2W侠对阵TG的时候 小叶就选出了凯 去打敌方的萌亚和银阵 这个效果也是出奇的好 凯拿下三连决胜以后 甚至还直接猛到高地 拿下了四杀 所以很多时候 咱们总觉得 对面的凯为什么那么肉 但自己玩的时候 却吹得跟纸一样 这就是选凯的实际选错了 敌方全是单次爆发伤害 凯的割挡不就废了吗 第二点也是和坦度相关 凯的一技能 越等于半个治疗 并且只需要三秒一次 但他并非是即时生效 他需要命中目标以后返回来 才能够治疗你 飞行的时间未久 延迟就未到 延迟一大 被激活的时候 就相当于没有治疗 但是对单个目标释放 并且快速靠近他 那么这个治疗 就可以即时生效了 像这一波小叶的凯 在使用完一技能以后 并没有选择拉他距离回头跑 而是选择了靠近对手 所以即使被三人一塔激活 一口没有延迟的治疗 也足以劝退对手 第三 凯攻击单个目标会增上50% 但是攻击两个目标 会增上100% 攻击三个则是200% 所以团战里 一定是能砍到谁砍谁 只有单挑的时候 才要去避开小兵和野怪 第四点 早一点开大 很多新手大都守不得开 都是打到一半 发现残血的在开的 他是凯又不是草草 凯开大以后 不能回血不能解控 他增加的是格挡和物理攻击 所以是进场之前 就要凯开得越早越好 第五 凯的二技能击飞范围是这样的 哪怕离目标稍微远一点都行 但是千万不要太近 太靠近了 在这个范围内是不能击飞的 实战里切后排的时候 有需要注意 第六 当你前面有强体的时候 那么凯的二技能击飞范围 会宽到你难以置信 但是最多只能击飞三个目标 第七 提前存上一发二技能 再利用二技能强化普攻过强 这个技巧会让你的凯 变得比寒性还灵活 最后附上一套本赛季 打野凯胜率最高的出装和名文 兄弟们赶紧拿去上分吧